待会儿若她不交出秘宝 你们便杀了她 一拿到秘宝就动手 娘子 莫吉 你家小凡凡来了 夫君 你来的可真慢啊 今后我叶凡的一切都是你的了 娘子这是要玩哪一出啊 人家听说你叶家有秘宝 能唤醒人前世的记忆 只要你将秘宝交给我 今晚可就是你的 娘子好兴致啊 可我叶家哪有什么秘宝啊 那都是我爹的计谋 你说什么 可敢当真 那日天降异下 一团异国自情从天外追悟 人人都以为是秘宝家的事 叶家有了秘宝 可谁能想到 那只是个普通的木牌 这 就这啊 还秘宝呛事 正明明正是一块烂木牌 之后老祖飞升 人才逐渐凋零 我爹为了保证叶家不受欺辱 才对外宣称我叶家藏有秘宝 现在秘宝就在我这儿 如果你想要 别送你 谁要你的破牌子 冰儿 你 没有秘宝 你这种脆体一成的废物 哪里还配得上我 冰儿 你就不要和我开玩笑了 冰儿 曾经的还是什么 都是假的吗 你和我成亲 只是为了我叶家的命保 不然呢 难道还是为了你这种命 叶凡 你也不撒泡尿 招招自己 无量成的第一天交 怎么会看上你 冰儿 这一切原来从事之中 都是你的阴谋 阴谋 叶凡 你浪费本小姐这么多事 她害本小姐搭上了清白 实施最不可 我的丹田 大小姐 你是不是下手太狠了点 你这可是费了她的武功啊 以后是个废人了 还以后 我看她连今晚都比小伙伙去 丢出去 跪鱼 再放出风声 新婚之夜 叶凡妄图玷污我妹妹 辜负了我 射清败露 逃亡而去了 玷污 逃亡 雪原家此时之中 还真玩了一种好奇 只要这样 我的清白才能保住 玄帝 起来 这是哪里 这是你当年正帝尊果位的地方 北斗星月 北斗星月 你是谁 无疾是如 如疾是如 我想起来了 无奈玄帝 叶不凡 哇 你醒醒啊 哥 你快醒醒啊 灵 灵儿 轩云 轩云是家 轩云 我恨 没 你听说了吗 叶家那个废物叶凡 竟然在新婚之夜 玷污了 轩云家的三小姐 是的 这事都传开了 轩云家 烟面扫地 那叶凡 连夜逃走 至今了无音讯 叶家这回 可惹上大麻烦咯 好你个叶凡 成亲就成亲 还惹下这么大的故事 叶凡哥哥 你可一定要没事 叶凡 叶凡他得罪了 轩云家 你把他救回来 只会给轩云家 惹上大祸 我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 哼 叶凡这个废物 无论是在轩云家 还是在叶子 就是一条狗 狗再怎么有冤屈 又有谁会在乎 咬动我哥 先从我身上踏过去 好啊 你自己送上他来 我哪有不迟的道理 你 你要 你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 成全你啊 你别过来 别怕呀 我保证 我保证会让你很舒服的 敢碰他一下 你醒了 你醒了 丹田被吠还能醒过来 叶凡 你还真是命大 我堂堂叶家少主 赞你念 你也敢这么放肆 叶家少主 一个小型二十年 却始终困在脆体精一重的笑话 一个在新婚之夜 连七倍都不放过的人 你胡说 我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叶凡 你就等着承受 轩元家的怒火吧 轩元家 不过是 跳梁小主 韩智哥 废物 还敢大言不惭 今天我就替薛元家 好好地教训你 既然你要找死 别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被轻而易举地挡住 还被逼推了这么远 警笔之光 终有一天 你会发现修为禁止 并不会被遇见 你要干什么 现在我以叶家少主的身份命 和头向你 不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 为什么从小到大 最好的都成了你的 为什么 做叶家少主的是你 要取薛元兵的爷是你 现在就连你这个工人的废物 是你能压我一头 你真不公平 这是 半腰之力 我要你死 什么 你竟然 竟然吞治了我的暗腰之力 区区邪魔歪道 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这是吞天旋风 乃是世间一切要求之力 你务必要凭借此功 荡尽世间中邪 环天正极 去 天下苍生 还等着你去解救 我等着你重回帝尊的那一夜 叶康 你打伤叶灵 残害童子 也是不可饶恕 如今又修炼暗腰之力 高级邪魔外道 天下苍生 天下苍生绝不找你 今日 我就带你叶家 清理门户 天下苍生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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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为了叶康的修为 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 可叶康太爹是太足了 不会放过你的 哥 你快逃吧 放心 这无量城中 还没人能让我放在眼里 没想到吞食暗腰之力 竟然让我突破了修为 叶凡 给本小姐滚出来 你竟然没死 再不交出叶凡 我要你们全族陪葬 族长 玄元家乃是无量城第一家族 我们惹不起啊 知道就好 我轩元家捏死你们 和捏死只蚂蚁没什么区别 轩元兵 谁允许你在我叶家放肆 叶凡 你玷污了我妹妹 今天本小姐就要你死 少在这里血口喷人 明明是你贪图我叶家密码 见阴谋不成 就废肚的丹田 到处造谣败坏我的文神 不就是为了有这双鞋 还能再叫下去了 其实你早就背着我 和王羽和赵一飞 永远了 吵死 你 你敢玷污不小姐 凭我脆皮二组的行为 动用昆天寻宫 应该可以勉强 当下这个阶段了 轩元小姐 是我 管教无方 我叶家 愿献上一千灵石 补偿轩元家的损失 一千灵石 那可是叶家十年的收入啊 爹 我意语绝 既然如此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本小姐就再赏你三百鞭 让你长长记性 轩元兵 一人做事一人当 放你 我愿意你发 哼 叶凡 我记得 你最疼你妹妹了吧 那就让她来打 不打得皮开肉战 我可是不会放过叶家的 我狠狠地提 痛痛痛我们叶家人的骨气 哥 我 李二怪 不哭 动手吧 哥 对不起 金智之辱 我眼帆记下 记下就好 好好记着 这就是招扰我轩元家的下场 轩元兵 三十年何东 三十年何西 这份屈辱 我一定会加倍讨回来 还敢威胁本小姐 这 这是脆体九重巅峰境界 年仅二十岁 就能有这般修为者 也只有叶家老祖一人 本小姐就帮你长长记性 滚 叶凡对轩元家不敬 再发一万领事 一个月后 是我见不到 叶家 灭蒙 都是叶凡这个丧门星 害我叶家 全族给他陪葬 干脆 把他如出叶家 人债量轻 明明是他无陷我哥 大祖老 怎么可以冤枉好人 再过十天 就是吴亮城 年轻一辈的比武大赛 到时候 我会赢得一万领事的赛赏 还给轩元家 哈哈哈哈 叶凡 你一个不能修炼的废柴 还想要参加比武大赛 哈哈哈哈 谁说 我不能修炼 什么 光儿 你进行到脆皮二重了 没错 哥 你可以修炼了 太好了 哼 那又如何 比武大赛的门槛 可是脆皮五重 大祖老可敢与我打斗 如果五天之后 我能突破脆皮五重 你要当着全族人的面 向我道歉 哈哈哈哈 我没听错吧 五天时间 要达到脆皮五重 就算是北洋国的绝顶天才 也不可能做到 好 我就跟你比 不过你若输了 就要被永远逐出业家 一言为定 而这妖兽也配于本地角色 要是千万年前 按妖之力入侵 我们地位天帝 为先帝 鬼帝联手通俗 最终被封印于囚事打住 本地不得不动用无赏尽数 重生为野家少女 成了 脆皮五重成了 轩云兵 你欠我的血债 应该还了 用这些没用的东西 吃了这么久 一点手缘都没增加 老子要是真死了 你就让你们陪葬 长 长老老命 那是什么 光万丈 难道有高人在此休息 我能得到高人指点 所以 老父子有成厉害将至 看来吞噬梯间妖兽 已经无法再帮我快速提升凶 必须找到更强的暗腰 吞噬梯间妖兽 已经无法再帮我快速提升凶 必须找到更强的暗腰之力吞噬梯 您就是引动这帮天地异下的前辈龙 在下 轩云池 是吴亮城 叶家的外门长老 您认错言了 叶凡 都怪你这个废物偏偏偏出现在这里 害我空欢心肠 喂 你一路上有没有看到什么高人呢 没见到 真是晦气 要命的朋友 现在 给我把你鞋子舔干净 咱 飞 我不与你一般见识 不代表你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我 你们听到了没有 吴亮城最不入流的叶家少主 还想要遮掩 真是笑掉大牙了 你还以为 你是轩云家的姑爷呀 修仙世界 实力才是根本 你可能无法想象 老夫可是脆体六重的高手 要捏死你 就和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更何况 老夫还是轩云家族的外门长老 地位尊贵 别说是侮辱你了 就是把你的人头丢到叶家 你见叶苍 也不敢多说一句 说不定 叶苍那老头 还会为了讨好我 把他女儿叶灵 先给我 叶灵那胸 那小臀 那大长腿 本来还想饶你一命 敢拿我妹妹的主意 是你自己找死 越是清纯的女人 打起来就越爽 到时候 你们也可以分一杯羹 长老 小心 长老 这 长老居然打不过叶凡 这越凡不是脆体一层的废物吗 怎么会这么强 你都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给我杀 一群乌合 也配于本座小小 我乃轩云家的外门长老 你这样对我 轩云家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以为我会怕缺缺轩云家吗 不用杀我 我求求你 我不想死啊 无法使 我会改写归正的 我给过你机会 使你自己自许死 这是 叶凡 去死吧 想不到 你为了杀我 连你忠心耿耿的手下 你放我 你小子 在说什么 哦 被我说中了吗 多年以来 你为了讨好 轩云家 明明资质一般 却为了大幅提升修为 修炼各种邪门歪道 你现在的身体 早就透支了 你这个废物 有什么资格说我 你现在求我 我还会饶你一命 没有尊严的 活下去吧 真正没有尊严的是你吧 为了讨好那个轩云兵 连老命都快没了 到头来呢 那个女人 有看过你一人吗 叶凡 我是尊贵的 轩云家族外门长老 我现在就代表轩云家 将你救地正法 去死吧 如果我没猜错 你的老命快到头了吧 你小子胡说什么 多年以来 你修炼各种邪门歪道 明明年方三十 却一老太 有那么多代价 那女人曾有看过你一眼吗 你这个废物 有什么资格说 我可是轩云家族的 尊贵的外门长老 我现在就代表轩云家 将你救地正法 我现在就代表轩云家 将你救地正法 叶凡 就算你竞争的修为又怎样 老夫来 我还是死在老夫手上 明晚不理 你在吞噬我的腰里 原来 叶凡就是那个高山 我轩云池 真是舍得不该舍得下 轩云家外门长老爷 说不定日后就大 叶凡 五日之期已到 你们俩去把他给我提出来 是 住手 反而他毕竟是我叶家 骨雀 大祖老何必作绝 叶凡可是在众族人面前 立下赌约 族长 还想要包庇吗 别逼我召开祖老大会 到那时 就不光是叶凡 连你和你的女儿 也要被赶出叶家 你 唉 罢了 去 把那个废物给我拖出来 我看你们谁敢 要想多我哥哥 先把我杀了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就休要怪我了 哥 凡儿 不就是脆体五重吗 大祖老 睁胆的眼睛看好了 脆 脆体净六重 哥 你突破脆体六重了 也没什么 就是上山历练了下 一不小心就突破了 一不小心 就突破了 就算是血缘兵 突破脆体六重也用了十年 我儿 五天竟然就做到了 这 这不可能 什么历练 能五天连挑四个小境界 你是不是激活了老祖宗 留下的传承血 血脉 一定是这样的 毕竟老祖宗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传说中的第三境 第三境 楼椅罢了 连本座的轻位都做不了 既然叶霄相信这个 那别耍耍他吧 我确实得到了激活老祖血脉的办法 但 我为何要告诉你 叶凡 你个万恩负义的东西 如果叶家人都觉醒了老祖血脉 那叶家将有望重新崛起 你个人的利益 怎能凌驾于家族之上 你对得起叶家对你的养育 我会告诉叶家人 绝醒老祖血脉的办法 但 是在你履行赌约以后 什么赌约 你明明答应过 如果我哥五天内抵达了脆体六重 你就要在全族面前向我哥道歉 哼 想让老夫这个大祖老给叶凡道歉 门儿都没有 大祖老 你个人的利益 怎能凌驾于家族之上 你对得起叶家对你的养育之恩吗 叶凡 你 找死 脆体之上 还有开元净 我若想杀你 请而易举 叶霄 放开凡儿 爹爹 叶仓 霉虫境界之间 都天差地别 只要你始终 突破不了开元二重境界 我就永远压你一头 说出觉醒叶家血脉的方法 我饶你不死 激活血脉的方法很简单 那就是生吃瘦肉 早就知道 激活老祖血脉之力 需要一些特殊的手段 没想到竟是生吃瘦肉 若是你敢骗我 我必杀你不可 叶家族人听令 替我上山寻找瘦肉 谁敢不从 死 是 哥 你没事吧 大祖老太可恶了 竟然不但耍赖 竟然还出手伤人 银儿 你放心吧 叶霄今天欠我的 我自有办法让他悉数讽患 什么办法 保密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爹 你想不想突破开原地儿 大 大祖老 这是您要的生瘦肉 叶凡一个废物 都能提升到脆体精六种 那我又能提升到何等境界 等老夫觉醒了血脉 什么叶仓 叶凡 都给我 为什么我生吃了那么多瘦肉 修为却没有半分提升 难道 叶凡这小子 是在骗我 真好吃 慢慢吃 都是你的 叶凡 大祖老不是生吃瘦肉 激活血脉 来我这里做什么 叶凡 胆敢耍我 所有叶家族人 祖来 叶凡 将你逐出叶家 大祖老 发生什么事了 别吃了 你们都被叶凡给耍了 生吃瘦肉 根本不可能激活老祖血脉 大祖老 你怎么能这样诋毁少主 没有少主的秘法 我现在还被困在脆体三重 你们都突破了 所以 只有我一直没有突破 为什么会这样 净化了他们体内的暗腰之力 修为也该有所提升来 你若真想知道 那便把先前的赌约给履行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老夫就算永远修为止步不前 也不会低头像你 这 这个契机 难道是 是 姐姐 族长突破到开源精低五重了 没想到 他们叶家也有了如此高手 那又如何 开源五重也不过是个普通史家 对轩辕家族来说 并无威胁 叶苍那个老东西 竟然几连突破三重境界 今后 岂不是要骑在老夫头上 大祖老不愿意道歉就算了 我还要赶着给我爹祝贺呢 走吧 灵儿 等等 大祖老还有事吗 当日之事 的确是老夫不对 老夫在这里 向你赔个不是 哥 大祖老真的如你所说 向你道歉了 现在可以说了吗 为何只有老夫 不曾突破修为 很简单 因为生吃瘦肉只是第一步 另一半 就是要学三声狗叫 方能真正激活血脉 学狗叫 老夫乃是叶家的大祖老 岂能 岂能 你们都叫了吗 叫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灵验 只要我叫完 修为就突破了 当然灵验了 你们每叫完一次 我给你们提升了一次修为 反正办法我已经告诉你了 叫不叫 随你 等等 老夫叫 叫还不行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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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叫完了 为何还没有突破 大祖老刚刚那三声狗叫 学得真棒啊 不知道还真以为有狗在叫呢 大祖老 你是第一天修炼吗 修炼哪有吃点瘦肉 学个狗叫 便能迅速突破的捷径 叶凡 你敢耍我 找死 叶霄 今时不同往日 怎容许 你肆意妄为了 这就是开源第五重的力量吗 恐怖如斯啊 叶霄 我相信我 我相信我哥 今天我能扬眉吐气 全靠凡儿 我也相弃 大祖老 我们不妨再来打个赌 如果 老夫又何须与你打赌 大祖老 你怎么怂了呀 咱们走着瞧 咱们走着瞧 借赌啊 哈哈哈 庞儿 你终于醒了 告诉爹 到底是谁 废了你的修为 是 叶凡 叶凡 又是你 你废了我儿修为 又当着众人 羞辱老夫 老夫不杀你 使不为人 啊 你 你别过来 你 你别过来 大神叫吧 你越叫 小燕我叶兴奋啊 不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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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凡 你想逃去哪儿 大祖老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你问我想 干什么 叶凡废儿修为 让我在族内 丢尽颜面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我爹 已经看原进五重了 他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爹 他不会知道的 老夫早已布局好一切 想救叶凡 就一个人来 若敢告诉其他人 他必死无疑 现在就等着叶凡 自投罗网 只要你在老夫手里 叶凡就只敢像条狗一样听话 我不会拖累哥哥 这小贱人 该不会贱人 差点坏了老夫的好事 你既然想死 那老夫就让你生不如死 不要 住手 一人做事一人当 想报仇就冲我来 放了铃儿 哼 想救你妹妹 先给老夫跪下 你不要欺人太甚 不愿意 哼 那就别怪老夫了 不要 是给老夫跪下 还是给你妹妹收尸 你自己选吧 哼 我跪 现在可以放了我妹妹了吗 可以 只不过 你和你妹妹 只能活一个 如果你不选 我可不介意帮你选 哥 铃儿不哭 照顾好自己 还有 照顾好爹 哥 你不能丢下铃儿 既然叶凡已经死了 那接下来 也该轮到你了 你明明答应过 我可没说过 我会说话算数 没想到大作老一把年纪了 刷起 赖来 居然脸都不红了 叶凡 你竟然诈死 我要是不耍诈 怎么救下灵安 哥 你没事 叶凡 别高兴得太早 就凭你小小的脆体镜 也想逃出老夫的手掌心 我看你还是先想想 怎么面对轩云家的怒火吧 你什么意思 你竟敢背刺我宣元家 我对宣元家的忠心日月可见呀 那为何我宣元家的长老一排 会在你手中 长老一排 给我查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子 敢截我宣元家的车队 倒是可以帮我一个大忙 这 不 是叶凡 我发誓 是他给了我预牌 这都是他的陷害 大祖老 你刚刚不是还说从轩云家车队抢了不少天才地宝吗 像我这种脆体镜二重的废物 怎会是堂堂轩云家族长老的对手 你这小子 你们都赔了 轩云家族 我求求您 放过我 够了 你以为我会在乎真实吗 一群蝼蚁罢了 康儿 一消 世道如今 你还不知错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无能问 顽固玄帝 原来 这才是真正的你 原来 我才是那个笑话 我才是 一只嘴手捏死的蝼蚁 我嘴孽深重 老的这个下场 都是咎由自取 都是我叫自无方 才让他误入歧途 大人 可否饶他一命 这是老夫生前 最后 冤枉了 老夫这事 死而复生了 本座念在你爱子心切 就诚心悔过 便救你一次 哥 凌儿 哥 凌儿好热 好难受 走了 凌儿被暗妖之力操控了 得尽快找个地方去除暗妖之力 热 我好热 看来暗妖之力已经快轻斩凌儿的神石了 幸好凌儿这是刚被轻染 必须尽快拔出妖旗 凌儿忍住 哥哥来救你 凌儿 你醒了 哥哥 对不起 我拖累了你 哥哥 你不会又要一步小心就 突破了吧 没想到把凌儿拔出妖旗 竟成了我突破七十的财 凌儿 凌儿 你的头发散了 我来为你记上 不用 我自己来就好了 大人 我爹让我来传信 叶 叶康 你怎么来了 还想伤害我哥吗 我的生云 除了你无碍 不可在任其他人之下 这是 蜜语传心 我懂了 嫌弃都是我不对 鬼没心窍 冒犯了你 求你的原谅 是求任务待军立功 以薛原家军与死战 哥 说吧 什么事 家属看到爆战以后 便勤去查看 灵儿 凌儿 叶凡他 幽有苍千 何活于我 谁知 玄缘家的人来抢棺材 还要毁掉叶家的灵堂 叶家 我必须 你们去把叶凡尸首给我 倒出来 伸到山里喂野狗 谁敢 叶苍 你当真要为了这废物 和我作对 我境界高你四重 对付你 只需一谈旨 我们叶家人 就算是弱小如蝼蚁 也要守护自己的尊严 巧了 我平日里最喜欢 碾鸦楼银 老东西 叶凡已死 先前约定的一万灵石 何时交还给我 交不出 那我今日 就要活人死人 一起带走 不要 你这么舍不得这个废物 我就送你们一起 捡棺材 我舍不得这个废物 我就送你们叶铁金棺材 叶长孙 要给老夫听着 可战着死 也绝不跪着伤 若老朽丧命于此 往复位 能守住叶家的拗骨 我叶修 谢死 守护叶家 我叶家 绝无贪生怕死之徒 使两命于饶死 谁要亡我叶家 今日 我要让叶凡 死无葬身之地 你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 我孤阳辉了 谁要杀了你 老东西 我现在就送你 叶剑叶凡 为父无愧于你了 竟然是你 魔帝大人 你终于来了 爹 我们来迟了 灵儿 你 你们还活着 叶凡没死 这个废物 刚刚正借下我一掌 宣元氏毁我名誉 伤我信 赎我福气 稀无全族 今至 必死 可笑 绝缺脆骨精的背物 变得如此称狂 开元族 开元族 绝缺脆骨 边边有一个脆骨 就像上下 那你岂不是个 这 这还是那个 废物 废物叶凡吗 谁赢了 竟然动用了叶家的祖传阵法 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叶凡 你有本事出来啊 没有叶家阵法 你就是个废物 我就不出来 你能奈我何 叶凡 你有本事一辈子别出来 别忘了 你可还欠着我宣元家一万零十 明明是你们无赖房哥哥在先 这钱我们根本不用还 好毒的样貌 要么 就任凭你在城主面前诋毁我 到时 吴亮城再无我叶家立足之地 哈哈哈哈 不错 无论如何 你都将死无葬身之地 但 你忘了意 叶凡 将在比武大会上彻底碾压熏缘 届时 我叶凡将成为吴亮城第一天教 重振叶家细时辉煌 这是何者的气息 何时出了此等强者 谢凡 你给我等着 明时 我必将把你碎尸万段 凡尔 明日的比武大会 放心吧 我何时让你失望 无论少主做出什么决定 我叶霄都将誓死追随少主 誓死追随少主 本次比武大会将采取首类制 任何人可主动敲鼓成为类主或发起挑战 类主若无人敢挑战则为最终胜者 奖励一万零十 并还有一条规则 就是 擂台一无相拼 生死自负 哇 城主竟然亲临比武现场 看来对这次比赛十分重视啊 恐怕是另有玄机 谁敢第一个敲响战鼓 成为首位擂主 守地肯定要被击火 咱还是 何人击鼓 补上名来 叶家 叶凡 轩原兵 你可敢上来用 脆体八重巅峰又如何 照样是条废狗 让我来 哪里来的狗叫 找死了 怎么 不承认你是轩原兵的一条田狗吗 闭嘴 我会打得你尸骨无存 然后把你的头摘下来 当作我给轩原家的聘礼 谁也不能阻止我迎娶兵儿 叶凡 去死吧 脆体八重 打脆体九重 根本没有胜算呢 唉 这场比赛 胜负已定 叶凡赢了 该结束了 叶凡今天一整就击败了赵一飞 这怎么可能 有点意思啊 看来我吴亮城 又出了一个绝世天才 赵一飞 你太让我失望了 就你这样 还想娶我 薛阴小姐 我还没输 乱要之力 而且还临着破镜 没输 就算如此 我也不会说 昏天 原功 赵一飞 赵一飞 已是一代天骄 而这叶凡 究竟 用力到了 何种程度 在 轩原小姐面前 拜日你 我 甘愿受死 你明明有成为 一代帝尊的天赋 为何要去做 轩原兵的 田狗 我 翠体九重 巅峰 却连你一个 翠体八重 都打不过 何来 天赋 你没有输给我 而是输给了你自己 啊 输给了 我自己 你好自为之吧 你 你为何不杀了我 明明你大婚当晚 我还 毁了你的当天 还将你扔进湖底 我叶凡 不在乎 好一个不在乎 丑绝情是我自己 你不要 你没事吧 多谢叶公子 留我而已 你啊 赵天八 谢什么谢 还不快给我滚回来 是是 我这就回来 爹 别过去了 我 再也不做 轩原兵的田狗了 义飞 你说什么 再不回来 我会让你们赵家 再无立足之地 我要为自己修炼 变得更强 我要证明 叶凡他没看错人 好 既然如此 爹陪你奉一把 从今日起 赵家将退出 玄元家的联盟 永远不与叶家为敌 这还是生性懒弱的赵天爸妈 吴亮城这是 要因为叶凡变天了吗 可恶 全部都是不中用的东西 看来 对要我亲自出马 可恶 全部都是不中用的东西 看来 对要我亲自出马 血病 狐亮城第一天将 终于要出手了呢 美 真是太美了 很美的书 叶凡哥哥 从前是我错了 我不该这么对你的 你看我 美呢 美 哪里美 你 你竟然没中我的妹数 玄元兵 刚刚那一巴掌 是打你大婚当日 回我丹田 但这仍不足以凭我叶家之分 回婚后 你又散步谣言 回我名声 还几次三番 仗着玄元家的权势 伤我父亲 如我叶家 今日 我不仅会赢下这一万零十 还要让你宣元兵 越债越长 哼 叶凡 别以为你赢了个赵亦飞 就能威胁到本小姐了 你高兴得太早了 那就让我看看 无量城的第一天交 究竟有多强吧 就让我来告诉你 同事九重 有差距 叶凡 光是我的寒冰建议 就让你毫无还手之力 还想打败我 除了躲 你还会什么 叶 也只能快 哼 若不是你运气好 现在早是个死人了 还是看看你自己 怎么可能 振什么时候 哦 血云病的伤势 比叶凡更重 这怎么可能 叶凡 明明没出手啊 他是怎么做到的 叶家少主 看似在多 实则在用周身的灵力反击 好一招 以退为进呢 可恶 叶凡 你得意不了多久 兵二还没展现他真正的实力 看来第一天交易不过 叶凡 是你逼我的 叶凡 我今天 无论如何都让你死在这擂台上 兵二是脆体九重巅峰 再服用燃血丹 实力善志 堪逼开圆境 叶凡 你今日必死 燃血丹 叶凡 你又会如何应对呢 我真是越来越期待你的表现了 废物 我要让你知道 与我为敌的下场 这轩原兵 也不惜牺牲金血 强行把他开圆境 叶凡 去死吧 不出所料 又是安娇之力 可惜了叶凡 人本还是叶家的一代星星 没了叶凡 叶家要亡了 叶凡啊叶凡 当初若不是为了叶家秘宝 以你的层次 怎么配入我轩原家的门 丹田被废 你捡回一条命 已是侥幸 没想到你还是不知好歹 还来敢挑战 可惜了叶凡 人本还是叶家的一代星星 没了叶凡 叶家要亡了 哥哥起来 哈哈哈哈 今日 他被困在我的寒天冰巾里 屁死无疑 什么 秘境 这 就是你全部的实力 这 这不可能 在我这儿 没什么是不可能 叶凡 你竟敢 糟了 挺不住了 你 你知道了 我还知道你精血已燃尽 赎金的 赎 老夫果然没看错人 这叶凡 是个可诉之才 叶凡 原来你是想等这一刻在斗手 我认输 我去 我都认输了 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 畜生 你敢杀我玄元家族的人 擂台比武 任何人不得干涉 屏主 冰儿已经认输了 可是叶凡还不住手 住手 当初你玄元家骗婚 炸我叶家秘宝 把我沉入湖底之时 为何不住手 叶凡 我错了 求你 放过我 闯我叶家灵堂 扬言灭我叶家满门之时 怎么没想过放你 冰儿 叶凡 放过冰儿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们在吴亮城仗势欺人 横行霸道时 可曾想过放无辜百姓一条生路 杀宣援兵 杀宣援兵 我叶凡 叶家 从今以后 是你惹不起的人 叶凡 你 找死 宣援太师开荣记 提前走 看来只能动用 玄帝的底牌了 大胆 管瑞 你这是何意 叶凡独打兵儿时 你不阻拦 如今 却来管老夫的闲事 为何 你比谁都清楚 宣援兵服下了燃雪丹 这便是惩罚 而你宣援太 竟为了宣援家的作弊之人 当众 武逆成主大人 你又该当何罪 这宣援家真是疯了 燃雪丹可是禁要 在鄙视中 服下燃雪丹是违规的 宣援家主 如果你还要擂台上闹事 那便和宣援兵 一同受罚 我 我马上走 管瑞是话接近 四重的强者 宣援太 岂会是他的对手 老夫宣布 此轮对决 叶凡胜 接下来 还有谁要挑战 叶家少主 若无人挑战 本届比武大赛冠军 就是叶凡 连仙宇冰小姐都输了 我们上去 不是找死吗 一群犯童 那我宣布 叶家少主叶凡 乃本届比武大赛冠军 哥哥 你真的做到了 之前的废物 如今却成了第一 叶凡凭一己之力 书写了无量清城的传说 叶凡 你很不错 这是装有一万灵石的那季 收好了 多谢成主 叶凡 当上冠军又如何 还不是要把这一万灵石 乖乖交给我们宣元家 宣元太 你诬陷凡哥哥 赖我们叶家的灵石 居然还如此嚣张 怎么 你叶家 舍不得这一万灵石了 想反悔 我看舍不得的是你吧 拿去 我叶家不确着区区一万灵石 一万灵石 那可是叶家一百年的收入 这大发 赢了个米赛就这么飘了 千金散尽还复来 我所追求的是更高的高度 而不是这些奋斗 好志气啊 叶凡 我对你今后的表现更加期待了 叶凡 就让你选黄义镇 我日后 定要你好 我这血身 叶老你一定要带给叶小友 补补补衫子呀 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点心意 还望叶老您一定得收下 家主 这次光是收到的礼物 就达到了近一万灵石 这都是凡儿的功劳啊 叶凡呀 赵家的四小姐其实不错 配得上你 王家的五小姐也不错 也可以考虑的 这次可不是入坠 而是把女儿嫁到我们叶家 那是不是也能 给我整个媳妇 这些大家族都是十里眼 之前明明都看不上哥哥 现在全跑过来八戒 赵家小姐比较好 只书达理 定是贤内折 胡说 还是王家小姐好 能歌善舞 肯定能跟叶凡姐妹 赵家小姐好 王家小姐好 唉 但我并没有成亲的打算 王家小姐 赵家小姐 王家小姐 我就知道 哥哥都会拒绝的 不过 李昌和那边还没派人来吗 难道是我猜错了 大少爷 城主派人来了 终于来了 管大人 小家伙 之前你在擂台上那么凶猛 可不是这副谦卑的态度 晚辈一向如此 等等 才三日不见 你竟突破到了翠体径九重中期 一不小心就突破了 一不小心就突破了 管大人 您还在等什么 城主大人不是要见我吗 跟我来吧 此子的天赋 真是恐怖如四啊 城主 叶凡带到了 嗯 退下吧 参见城主 我叫你来 是想给你一个大机缘 就看你 是否能够把握得住了 这是练神经的高手 大人 我把人给您带来了 你就是叶凡 这位前辈 乃是北阳国皇室 护卫统领杭大人 还不快行礼 晚辈叶凡 参见韩前辈 你似乎一点也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 您动动手指就能捏死我 害怕也没用 很好 老夫很满意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皇室的暗卫了 暗卫是什么 就是专门用来为皇室秘密执行任务的人 就连我 也是高贵的皇室暗卫一员 不就是卧底吗 没想到这个李长河看似正派 背地里是个二五载 晚辈生在北阳国 效忠皇室自然义不容辞 但晚辈可否不做安慰 叶凡 你别不知好歹 韩大人给你这个机会 是看得起你 你是聪明人 有些事 可容不得你选择 况且 你现在知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事 后果 叶凡愿为皇室干脑涂地 这等伎俩 贪之可破 若我还是 如今也只能走 这等伎俩 贪之可破 可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很好 把你的手 放在这上面 这是 罗盘会监视你的神魂 但凡有任何背叛皇室的念头 就会暴体而亡 我乃万古玄帝 这等低级的手段 岂会对我有效 等等 这是怎么回事 恕老朽眼镯 没认出您的真身 韩大人 您怎么了 滚出去 一定是叶凡哪里惹怒了 韩大人 韩大人叫你滚出去 你没听见吗 蠢货 是让你滚出去 韩大人 你 您这是何意呀 给我滚 背直这就滚 玄帝大人 请受老夫一拜 韩大人 起来 老夫哭寻殊千年 忠德相见 要不是大人 怎会有如今修为的我 想当年 大人的玄帝威名 早已响彻四海八荒 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散修 若非玄帝大人 典语 尽可能修炼之炼神经 这 其实 我当年只是无聊 随手点了点 老夫该死啊 竟让你做暗卫 以您的身份 哪怕是成为北洋国之主 都是屈尊哪 不知是无罪 不过本帝刚苏醒 对此地了解不多 还许你讲明为何 皇室要找我做暗卫 因为皇室 需要一个暗卫 潜入苍延宗传递情报 您 就是最佳人选 潜入苍延宗 为何 实不相瞒 宗门作为大势力 对皇室而言 从来都是危险 皇室一直在找机会 肃清宗门 直到最近 苍延宗赤云洞这些大宗门 屡传出丑闻 其内部早已腐朽不堪 皇室初步调查后 发现一股叫暗腰之力的邪术 轻染这些门派多年 皇室竟也知道暗腰之力 隐苍延宗招收弟子日期在即 皇室想先派人潜入苍延宗 但迟迟找不到合适人选 直到大人 在比武大赛上一名惊人 老夫 这才找到了您 北洋国暗腰之力 本地自会驱逐 您就不必担心了 多谢大人 无量臣子会突然有如此之多的 开元镜的气息 甚至还有炼神镜的存在 揍了 先言兵带着智云洞的高手 去叶家报仇了 叶家 揍了 若叶公子的家人 今日少了一根寒毛 你就自己滚出皇室 为之领命 哥 就是这个叶家 天吾妹妹 骗去彩礼 还废我修为 冰儿放心 哥哥定会为你报仇 找出叶家秘宝 帮你重塑修为 给我搜遍叶家 找到叶家秘宝 是 住手 薛元臣公子 我们叶家 真没有你们所说的秘宝 说没有秘宝 叶凡这个废物 哪能这么快恢复内丹 突破境界 先言兵 你少信口碰人 明明明是你先还以防哥哥在先 如今不过是你救了孙局 哥 你 我 啊 啊 康儿康儿 你怎么样 叶康哥哥 你怎么那么傻 谢霖 這就當是我對你的數字 孩兒不想 洗澡什麼 還是 還做你的孩兒 一康我原諒你你不要死 康兒 康兒 好想 躺個心 這樣就是反抗我先元家的下場 我要你 洗碗償命 洗碗償命 報仇前 先問問自己配不配吧 我乃開元晋六重疊風 你缺其三重 拿什麼和我弄 康兒 是為父無用 不能為你報仇 宣援臣 別以為我業家無人 家主 老夫也來出一份力 放我一份 還有我 還有我 這 乃是 夜家老祖子 借用山河之力的守護大陣 皮膚汗瘦 可笑 有自願力 協其夜滿意醉的不需 他願及其退開元 今日 夜家以舉足之力 又何俱於你 哈哈哈哈 我先元晨 乃是赤羊都萬年不育的天才 就憑你們 遺亂皆失望了 今日 就讓你們這些鄉下人見識見識 我真正的開元境界 這 這還是開元境六重嗎 呃 鈴兒快跑 不 鈴兒不走 鈴兒也是夜家人 要和弟弟共進退 哈哈哈哈 好一種孝子賢斯的戲碼 我看膩了 啊 不愧是陳哥哥 只用三成功力 就把他們打成了落水狗 陳哥哥 要怎麼處置他們 全殺了 一個不留 把這個小賤人的命給我留下 我還有其他用處 隨便 你可是夜凡最疼愛的妹妹 三哥哥 你在哪 我要慢慢地折磨你 上夜凡 身不如死 三哥哥 你在哪 鈴兒恐怕要等不到你了 什麼家人呢 三哥哥 終於來了 少主 你一定要為科爾報仇啊 玄緣兵 我曾念幾乎真心 饒你不死 而你卻屢子三番 放我夜家 殺我族人 夜凡 你廢我修為 害我淪為無良城最大的笑話 這就是你念及的情分 我勸你實相一點 交出夜家傳承密保 不然 就讓陳哥哥 滅你夜家滿門 你 做夢 陳 陳哥哥 救我 夜凡 廢夜家人 殺夜康的人 是我 直到我碾壓你這個 脆體徑的廢物 就只敢對冰兒動手 你以為境界就是全部嗎 哼 從小到大 還沒人能月季戰勝我 更別說 你我境界相差整整七重 住手 我乃無量城城主 今日 就當給我一個面子 去去一個城主 有什麼面子 就算是北洋國主來了 也不敢在我們長老面前放肆 李長河 兩大天驕的生死對聚 你就好好看著 連 連神正強者 夜凡 受死 受死 受死嗎 不錯 竟然能擋住我一劍 不過 到此為止了 好強的劍衣 看到了嗎 這就是天台與庸人的差距 能死在我的殿下 是你的榮幸啊 川哥哥 你一定要挺住 少主 凡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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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被你死定了 是吧 是 霓雷 霓雷 反而一句 原句 嚴格 嚴格 不好意思 一不小心突破了 可惡 我當初吸收的數萬零食 也才勉強突破到開元鏡 而他竟能臨戰突破 就算如此 你也不夠區區開元一筹 而我高你五重境界 你又能奈我和 雷弓 轟 不可能 我說過 境界 為什麼 你怎麼這麼強 每個人都有自己想要守護的人 一旦觸及 不死不休 可能 我乃是萬中唯一的絕世天教 我絕 不會 輸 葉凡這小子 不會輸了吧 哈哈哈哈 我贏了 我這樣的天才 是絕對不會輸的 我絕不能輸 不 不 怎麼可能 你面對的不是我 而是葉家 康兒 為父為你報仇了 你安心去吧 這 這不可能 不 不 不 宣言師弟 宣言師弟 你敢殺我愛徒 莫長老歇怒 大膽孽 殺我愛徒 如赤陽動 犯下死罪 好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 好 那老夫今日便 碾罪無量程 蛤 哼 韩羽 還不現身 大人恕罪 老夫來遲了 啊 他是戀神經的頂級高嫂 這種級別的大神物 繼續算死罪 哥哥 他是 嘘 閉上眼睛 啊 一個不留 是 你難道 是想挑起北洋國和赤陽動的大戰嗎 玄帝大人的命令 是絕對的 大人 都解決了 多行不易必自弊 殺人者 神橫殺之 呃 夜凡 吃陽動會替我報仇的 呃 你以為吃陽動會為丧家之犬報仇 更何況 他們來了我也不拒 因為 我乃 萬古玄帝 呃 呃 原來自始至終 都是我自不量力 說過我不曾退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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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哥哥 吳亮城被毀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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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叶凡, 五亮城就被赤阳洞人给毁了。 是叶凡, 拯救了我们。 叶凡, 我宣元太, 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大人, 宣元家的人逃了, 要不要老朽? 是宣元家把赤阳洞的人带来的, 他们动了我的人, 你看着办吧。 是。 叶家万岁! 叶家万岁! 死而奔梦离家去, 念子成仙, 入梦来啊! 老朽, 亲爱。 我就这么一个孩子呀, 如今白发人所黑发人呀, 康儿啊! 康儿啊! 别哭了, 待我恢复了玄帝的全部功力, 定会让叶康复活。 此话, 当真! 康儿, 你死得好, 死得狂荣, 是为父的骄傲! 老朽开发的事, 瘦的四季太大, 疯了, 你此次出手, 是不是坏了皇室的规矩? 跟随玄帝大人, 区区皇室身份, 不要也罢! 皇室身份在这方世界还是有用的, 可以留着。 大人的意思是, 我日后前往苍蝇宗修林, 还需要用皇室卧体的身份做掩护。 大人, 您改变主意了。 其一, 自是为了找出暗妖之力的根源, 彻底拔除。 其二, 乃是为了隐藏我的玄帝真身, 毕竟, 我真正的地, 乃是这诸天万劫之主, 四大天地。 现在还不是写露真身的事。 那您需要老朽做些什么? 我要你保护叶子, 叶家。 另外, 这枚玉帝内的功法, 可以助你突破练神经。 老朽, 定竭力完成任务, 定不会辜负全地大人的栽培, 守护好叶家人。 你真决定要去苍延宗? 啊, 我也安排好了庇护叶家的人, 不会出任何乱子。 既然你已经指定了, 有一样东西, 我要交给你。 这是叶家的传家之宝。 他曾为叶家带来过无上荣光, 但突然之间, 他的力量消失了, 叶家也从此衰落。 这竟是我前世到达 帝尊境的本命法器, 立决。 叶凡, 这块黑石, 是叶家成立江府的希望, 你一定要好好保管。 放心, 我会的。 以后叶家就靠你了。 叶家当初要是真正掌握了 帝尘碎片的力量, 恐怕北洋国皇室都已经信叶了, 我必须将帝尘完整地带回来, 恢复他的真正力。 除静暗妖指令, 只是第一步。 灵儿。 哥哥, 你是要离开灵儿了吗? 灵儿。 灵儿, 开门, 我们好好说。 你去你的藏颜宗吧, 灵儿不想见你。 好, 那我走了, 明日后照顾好自己。 哥哥, 别走! 傻瓜, 我怎么可能舍得走? 你还敢骗我? 灵儿, 这个你拿着。 哥哥, 这是什么样? 这是巨念红尘珠, 只要你捏碎它, 无论何时何地, 我都会出现在你面前。 那是不是, 我每次捏碎它, 你都在送我一颗? 我就能一直召唤你了呀。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机灵的妹妹呀? 哥哥, 我不求你能成为世界最强的修士, 我只求你能平平安安地归来。 都喊得红亮一些, 让叶凡少爷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之前得罪了叶凡, 今天一定要好好表现, 好让叶凡大人对我另眼相看。 承住大人, 叶凡少爷今早就出发了。 啊? 叶凡大人, 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个表现智慧呢? 奇怪, 怎么听到有人在喊我? 是我听错了吗? 李家的车队这也太气派了吧? 听说, 这还只是他们家小姐的采购车队。 一个采购车队就这么大排场了。 问尽李家车队去苍延宗, 果然省下不少功夫。 救,救命啊! 声音朝这边过来了。 好热。 这车队怎么也这么热? 这还有一个大货人呀, 他看着不对劲, 像这被人下药了。 小姐,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呀? 你想干什么? 我是看小姐身体不适, 想来帮小姐解毒。 小姐, 别抗拒, 我会很温柔的。 你, 你就不怕我回去告诉兄长吗? 你去告我, 到时候我们都生米煮成熟饭了, 他还能如何? 我们李家带你不保, 你为何要这么对我? 你为何要这么对我? 小姐, 我可查你的身子很久了。 之前要不是你爹麻定的眼, 你早就是我的人了。 如今, 两个老东西不在, 我的机会终于来了。 这才拿到哪儿呀? 从今以后, 就把你变成我这个畜生的奴隶, 没日没夜的奴隐你。 李河, 你在哪儿? 救命呀! 别白费力气了, 车上早就被我贴上了隔音符。 任你脚步喉咙也不会有人听见的, 你还是乖乖地从了我吧。 能不能小声点, 吵到本座休息了? 你是谁? 什么时候上来的? 公子, 救我! 哪里来的夜小子? 难敢坏我的好事? 怎么可能? 我乃脆体三重的修士, 你怎么紧凭一根手指就能? 有没有一种可能? 脆体三重其实很不错。 前, 前面饶病, 我再也不敢。 我被修士, 当为天地正道, 惩恶扬善, 而非利用修为强强民女, 行者般苟且之事。 我和你说这些做什么, 反正你也听不懂。 前面, 我听懂了呀! 虽然我在脆体三重的时候, 被人一口一个废物, 但在常人面前, 却也宛若神奇了。 修行, 更是修心, 就算拥有绝对的力量, 也要时刻坚守道西。 如此, 方能在修行大道之上走得更远。 忘了这里还有一个中毒吧。 你救了我, 陈兰愿意一身相报。 李小姐你坐好, 我用功帮你解毒。 不, 不用钱, 说是公子, 陈兰愿意。 你现在神智不清, 若再不解毒, 你会毒发生亡。 公子, 我很清醒。 开始了。 公子, 我, 你感觉怎么样? 谢公子救命之恩, 陈兰无以为报, 陈兰愿意一身相许。 不必了, 李小姐, 不过是举手之了, 更何况, 我也有个和你一般大的妹妹, 当哥哥的感受, 再清楚不如。 今日要不是有叶小友在, 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啊, 无需言谢, 就当是让我蹭李家车队的回报。 叶小友不仅年纪轻轻 就达到了脆体巅峰, 还是正人君子, 他日, 定会有大成就。 叶公子, 今日你辛苦了, 就别只吃果子了, 吃烤鸡吧。 不用, 果子足矣。 想, 真想。 他敢问, 公子今年贵庚, 家住哪里, 有几口人。 李小姐, 我今年大约三万多岁了。 公子真幽默。 小姐, 叶公子, 你们继续吃, 我再去巡逻一番。 叶公子, 叶公子, 现在就剩我们两人了, 我们要不要…… 李小姐, 李小姐, 感谢一路的照顾, 山水有相逢, 我们后会有见。 我就这么没有魅力吗? 李小姐…… 叶公子, 你回来了。 李小姐, 你回来了。 是我呀。 你放开我。 小姐, 怎么了? 谢, 叶公子饶你不死, 你竟还敢来? 嘿嘿嘿, 你的对手可不是我。 说起来, 我还得谢谢他呢, 如果不是他把我扔到山上, 我还真没办法找到一群与我志同道合的伙伴呢。 哈哈哈哈, 你开人五重, 实力不错, 不如和我们一起反抗北洋皇室。 至于这个李小姐, 我们玩完了, 还能分你一杯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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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李恒虽然实力低微, 但也懂得治安图报的道理。 哎, 这个人好脏啊。 滚开, 别挨着我了, 晦气。 饿坏了吧, 你以后就跟着本小姐吧。 当年, 若非李小姐相救, 我早已饿死在路边了, 只要我李恒还有一口气在, 你们就休想不小姐一根汗毛。 呀哎, 呃, 呃, 李恒, 开元竟五重罢了, 不自量力。 我最不敌你, 但也要与你日时俱焚。 来李家护卫统领, 为了小姐, 我不惧死。 这小子有点自应, 一起上。 李恒, 你放心去吧, 我会替你继续照顾好大小姐的, 嘿嘿嘿。 小姐, 都怪我无能, 没能守护好你。 什么人? 叶公子! 叶公子, 他们都是开元竟的高手, 快逃! 该逃的是他们, 今日, 你们这些人渣, 死不足惜。 哈哈哈哈哈哈, 就凭你? 一个脆体镜的垃圾, 我只需一根手指就能。 我的手, 我的手, 锅子。 席剑斩杀开元竟, 叶公子的实力, 竟然恐怖如斯。 先前我饶你, 谁料尽差点注成大错。 今后, 遇到你这种人渣, 我见一个杀一个, 绝不会手软。 求求你, 就想放个屁一样, 把我放了吧, 我今后定会。 还好我留了一手, 不然这一次当真灾了。 小子, 就算你本事通天, 也绝逃不出这捆心所。 嘿嘿嘿嘿, 叶凡, 现在跪下来求我呀, 我可以考虑把你当成屁一样给放了。 我可以考虑把你当成屁一样给放了。 这,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底牌, 不过, 这, 一个脆体镜, 怎可能铺开我们的捆心绳。 抓, 这, 你, 你到底是, 什么, 一个成恶扬善的老头罢了。 快, 快逃。 本座准你们逃了吗? 叶凡居然还藏了后手, 这心智和纸猫, 真是妖孽至极啊。 叶公子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小女子愿意身下, 你只是把我救你的感动, 当作爱情罢了。 不, 遇到了你, 我怎么可能再爱上别人? 终有一天, 你会发现最爱你的人就在你的身边, 他甚至愿意为你付出生命。 叶公, 前辈。 李统领, 好好保护好你家小姐。 我会的。 多谢叶前辈, 我突破到开源境六冲了。 叶公子, 你的世界注定没有我的一席之地, 就让我们相望于江湖。 哎呀, 不愧是苍严宗啊, 每届选拔都是这么热闹。 要是我的娃以后能去苍严宗, 那可真是光耀门霉了。 名字, 修为, 叶凡, 脆体巅峰。 哼, 脆体? 来选拔的不说都是爵士天才, 也都起码是开源境, 你个脆体境的来做什么, 当炮灰啊, 哈哈哈哈。 我今年古龄十八。 什么? 十八岁就能达到脆体巅峰? 我可是三十三的时候, 才达到的脆体巅峰啊。 我想低调些。 懂, 懂, 叶公子, 这边请, 触手如此阔绰, 定是世家子弟啊。 叶公子, 选拔开始前, 您就住这儿, 这地儿, 寻常子弟可住不进来, 现在就剩这最后一间了。 这棵樱花树长得甚好。 是的, 这里灵气浓郁, 植物都长得, 暴命额眼。 这就让出小院。 实力不济, 小院就会被他人抢夺吗? 还真是个弱肉强食的祖门。 这棵樱花树我很喜欢, 想从我这里抢, 也得看有没有这个实力了。 哎呀, 这小院, 有叶公子作证, 真是走了大运了。 让我滚开。 哎哟。 拿着钱, 滚。 孙家这都什么态? 世家的嫡系, 能有什么好态? 这樱花树不错, 小院我要了。 少爷, 你忘了, 老爷说过, 要你出门在外, 要低调的。 我是少爷, 还是你是少爷啊? 去, 把这小院给我抢过来, 这棵樱花树只能是本少的。 是啊, 我已是翠体十三重巅峰, 随时可以突破, 现在即便是再来个悬原尘, 我都可以轻松引退。 这小院, 我们家少爷要了。 听懂了, 就赶紧滚。 本少可不想住的地方, 被你熏上了穷酸味。 哼, 如此飞扬跋扈, 你就不怕惹错了人。 我在苍延宗除了拱家, 谁都不怕。 更不要说你还是个区区脆体精, 来人, 把他给我扔出去喂狗。 是, 我劝你, 还是乖乖让出来吧, 少爷看上的东西, 能跪着给, 都是你的福气。 我要的小月, 谁都抢不走。 啊! 啊? 这小子脆体精, 一拳就打败了孙家开圆镜的下人。 孙家的脸面被这小的一拳干碎了呀。 孙公子在这儿看着呢, 好戏还在后头。 你干什么吃的, 居然被一个脆体精干趴下了。 少, 少爷, 是, 是他偷袭我。 找死, 敢偷袭我孙家的人, 都给我上, 让这个香巴朗知道孙家的厉害。 孙家来再多人也不过如此。 废物, 都是一群废物, 孙家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 丢尽孙家脸的, 难道不是孙生的脸吗?